他分享他為什麼會有異位性體露言 那他又怎麼發現這個問題的好不好 我們掌聲 謝謝 各位夥伴大家午安 午安 我是金花我住桃園徽山 那今天非常謝謝主持人給我這個機會 來分享我的見證 那我還沒有接受鼓動以前 我是一個上班主 是在貿易公司上班 那也因為經過榮姐跟達哥的分享 那我可以進來鼓動 然後創造我的事業的第二圈 那在這裡我簡單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還沒有吃鼓動的產品以前 我自己就有養生的觀念 我有吃過很多別家的保健食品 那在那個進來鼓動以後 然後我在106年的時候 就是很幸運的剛好上了經理 然後我就覺得要給自己一個犒賞 我就覺得說我們的產品如果要全身的調理 達到11個免疫系統做一個很好的調理 就是要體驗我們的計畫加利盛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先買了三套計畫跟加利盛 然後我是以保養量吃 我就覺得說我自己的身體還蠻健康的 我們就是兩天吃一煮 就是兩天吃一包那個遺康加利盛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大概體驗了一個月 然後一個月以後我發現說 欸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那個大腿的內側 有一個地方怎麼手摸起來 洗澡的時候 應該皮膚我們就是 會覺得很光滑對不對 我發現那個地方啊 非常的粗糙 那我就覺得說 欸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仔細的看了一下說 欸就是以前很早以前 我常常會因為季節的變化 會皮膚有那種過敏 就是意味性皮膚炎 就像濕疹這樣子 然後那個症狀 我竟然自己渾然不知 然後我就覺得說 啊應該是我體驗了這個 抵抗加利盛的關係 讓我這個症狀啊 它出現的時候我自己知道 然後大家都知道嘛 那個濕疹的症狀就是 它會紅腫 然後它的樣子就是 稍微有點半圓形 然後你紅腫 當你會癢的時候你就會抓 然後越抓越大的時候 那個範圍越大 然後會讓你覺得 有時候癢到非常的癢 那以前我是有看過醫生 我都會去皮膚科看那個 他會說好給你吃藥 或拿那個抗生素的藥包什麼 給你擦 可是因為長期這樣子 一年好幾次都 可能季節變化 可能四五次都要這樣 我都發現說 欸我乾脆跟他和平共處 我就是沒有去處理他 所以我也不經歷的說 這個是一個症狀 所以當我進來公司了解 又體驗我們的皮膚立腎以後 我就發現說 他改善了這個濕疹的狀況 然後大概去年這樣下來 大概就比較沒有這個狀況 然後今年這個五月開始我又覺得說 可以再保養一下自己 所以我也是想像秀儒一樣 說一年啊 自己下三套計畫加一勝 好好的調理自己 因為其實像我們這樣 已經退休的人 說真的你說什麼時候的狀況 實在是誰都不敢預料 所以我覺得啊 你與其投資在別的地方 不如把錢用在刀口上 投資在自己的身體 你自己身體好 我們可以想走東就走東 想走西就走西 而且這樣也是可以得到一個很快樂的一個生活 那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的健身 謝謝